如何看待配速下降 98跑 冬三九 下三浮 对于训练而言至关重要 当然 相比于冬天舒适的温度和跑步体感 夏天随着温度逐渐升高 训练难度也越来越大 近期 98跑俱乐部 不少学员也出现了配速上不去 心率却高了的训练现象 对于中长跑运动员来讲 其温对运动员竞技状态的影响 非常大 比较适宜的训练比赛 温度为5至15摄氏度 湿度50%左右 例如 享有世界马拉松 最快赛道支撑的柏林马拉松 除了赛道平坦 适宜的比赛气温15摄氏度以下 也是运动员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如果气温高于25摄氏度 运动员的体感就开始变得不舒服 体内热量不易直接传导散发 核心温度上升 肌肉收缩能力就会下降 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 消耗大 出汗多 这时候非常容易出现电解质失衡 从而表现眩晕 肌肉无力或抽搐等现象 因此 对于跑者来说 夏天训练配速下降是非常正常的训练现象 当然 无论是夏天训练 还是其他季节 训练过程中 并非所有的训练都要追求高配速 我们也要科学和理性地看待日常训练配速的快与慢 只要把握不同训练内容的强度和体感 即便配速下降 也同样可以实现较好的训练效果 如何界定训练配速 首先 我们重新分析中长跑日常训练内容 通常 中长跑训练内容主要包括 慢跑 有氧跑 混氧跑 间歇跑 不同训练内容 训练配速也不同 训练目的也不同 但是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却是至关重要的 例如 慢跑慢跑 心率控制在135至140每分左右 体感 呼吸非常舒畅 说话很轻松的目的 伤病康复期 赛后调整 重点课后调整 核心训练课前 热身辅助等 慢跑看似配速最低 但是起到的训练作用却很关键 但是 很多时候我们在慢跑过程中 依然会在意高配速 从而没有达到慢跑训练的目的 其次 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氧训练 混氧训练 无氧训练的配速 在中长跑训练中 有氧训练 有氧 心率控制在145至150每分左右 体感 呼吸比较舒服 说话不吃力 是混氧训练 无氧训练的基础 也是中长跑运动员 最重要的训练内容 对于专业运动员来说 有氧训练大约占了 全部训练内容的65%左右 而对于运动能力 比较薄弱的大众跑者而言 比例还应该更高 75%以上 有氧训练在中长跑运动员 训练过程中 是无止境的 而且有氧训练的配速 也是运动员强化技术 培养节奏感最好的强度 混氧训练 混氧 心率控制在155至160每分左右 体感 呼吸有点急促 说话较吃力 是基于有氧训练的基础上 为了提升运动员训练强度 而展开的训练手段 也是为运动员开展无氧训练做桥梁 由于马拉松运动员比赛强度 就是接近于或等于混氧强度 所以 在混氧训练中 也要养成热身到位 竞技状态调动到位 跑步过程配速控制到位等 良好的训练习惯 间歇训练 间歇 心率控制在165至170每分左右 体感 呼吸开始困难 说话很吃力 是基于运动员距被较强综合能力基础上 开发个人运动极限的高强度训练手段 训练目标是提升运动员速度耐力和耐乳酸能力 由于 间歇训练强度大 对机体刺激大 因此需要在训练比较系统的前提下进行 当然 无论是有氧跑 混氧跑 还是间歇跑 日常训练配速并非是无限提升的过程 在一段时间内 各训练内容的配速变化其实不会很大 换句话说 不要主动去提升日常训练配速 按照各训练内容要求的心率或体感进行训练就可以 在此基础上 当自身运动能力提升后 训练配速会主动提升 例如 大众跑者初期跑步阶段 有氧配速也从最初的六分配速起步 随着系统训练的积累 在有氧心率和体感 均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配速也会自然转换到 530配速500配速430配速415配速 这个过程就是能力提升的过程 总之 夏天训练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也是进行间歇训练速度训练的好时机 当然 高温下训练带来的挑战也是比较大 因此 夏天训练前前后后 都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比如 运动负荷的提升要循序渐进 早上不空腹跑步 训练中要及时补充电解质水 主动给身体降温 以及避免再暴晒的环境下 进行高强度训练 此外 在保证营养的基础上 日常饮食尽可能清淡为主 98跑下训计划 第一阶段训练计划 周二 慢跑 16公里 周三 核心 60分钟 周四 有氧 16公里 周六 有氧 16公里加间歇 600米X10次 休息 2分每个 周日 慢跑 20公里 提示 本周训练计划目的 巩固有氧耐力 增加了一堂速度训练课 旨在提升速度能力 培养速度感觉 运动负荷安排 是针对全马破三选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 在此训练计划进行递增或递减 极致聆听专题组